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觉得呢 室外跳水对于产宝来说这是利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大家留意到产宝的装扮没有 巴掌鱼帽子 可爱的水杯 小黄鸭 这满满的少女感 小便爱了 爱了 另外 全红蝉入选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候选名单 入选年度最佳突破 劳伦斯历史榜单 他相当于全球体育界的奥斯卡 过去中国运动员上榜的只有四位 姚明 刘翔 李娜 夏柏瑜等四名中国人 入选团体中只有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曾经入选过 可想而知能够入选说明她的分量有多重 这一次全红蝉和国家跳水队能够入选候选名单 这是对蝉宝和中国跳水队最大的肯定了 小编甚是高兴 喜欢蝉妹妹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 随时更新蝉妹新动态